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了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每到这个节日 就会想到儿时的 汤圆或者元宵呢 心动不如行动 一起来做个五彩汤圆吧 把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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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成小等份 分成小等份 团成小圆球 大概一个八到十棵左右 弹好后放到冰箱里快速冷冻一下 接下来做五彩糯米面团 分别是 糯米粉加白开水 糯米粉加青芝粉 糯米粉加紫薯粉 糯米粉加西红柿汁 糯米粉加苹果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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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好口后 再轻轻地把它团圆了 最后再撒上淀粉 一碗热气腾腾的五彩汤圆就做好了 其实生活中的仪式感很简单 就是到什么节日吃什么东西 然后再慢慢勾起你儿时的回忆 谢谢收看